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是三顶两砖 这个三顶我们练太极拳的时候 就是你看有个文章书籍或者是看这个视频 或者是听别人说话会听到这个哪三顶呢 指的就是一个是百慧学是向上顶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颈部要放松 不能你真正用肌肉向上顶 其实这个顶百慧学的这个顶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的顶 它是什么样的顶 这非常重要 我明哥聊太集经常说的那个一根视线连着这个百慧学 我仍是向下的 它向上吊着我 吊着我的时候我向下的时候 因为它吊着我 我怕它的视线被断了 我有向上顶的义 而不是肌肉向上顶 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个顶呢 是膝盖 膝盖要向上顶 但是呢 膝盖向上顶有个问题 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 它说呢 膝盖向前顶 这个前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眼睛像这样站起来我看似向前了 但是你这个膝盖向前顶 这是不正确的 我说过明哥聊太集不谈理论 我只谈实际 我练五十多年太极拳 我的感觉膝盖你向前顶的话 你这个脚一定是拿不起来的 你是清零做不到太极的清零 膝盖是向上顶 也就是我们膝盖有向上提的意思 这个膝盖有向上的意思 而不是向前 大家自己可以去 在练习当中 你自己去体悟 自己去体会 去领会 谁说的对 那膝盖要向上 向上顶的意思 有向上顶 第二顶 第三顶就是 蛇顶顶上顾 蛇顶上顾这一点 这个顶的字 它不贴切 这个顶实际上有叫 有让人误解为是用力顶着上顾 我们的舌尖 我们的舌尖顶上顾 实际上 就舌尖稍微的挨着上顾 要放松 你舌尖要放松的顶着上顾 使舌头两边有空隙 你的这个唾液才可以伸出来 不能用力顶 所以这个顶这个字 为什么明格聊太集我经常挂在这边说 不谈理论不谈理论 为什么不谈理论 这个理论它误导人就是顶这个字 它就让人想到了用力量去顶 这就让人误解 所以明格聊太集就光告你实际的 怎么操作你就怎么操作 所以这三顶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 知道的你就知道 不知道的你今天知道了 或者你原来知道 但是呢你今天听我说 这三顶所要注意的问题 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不知道 我今天不说的这个东西 我说的这个东西你不知道 你光知道那个顶三顶 那么你的方向是错的 你头往上顶 膝盖往前顶 你舌尖舌尖底子上额 你全都错了 错在哪里 很简单 脂线向上吊着你 我仍向下 但是向下的时候 你这个脂线会断呀 它断了怎么办呢 你这种感觉一伸出来 它就有一种向上的意 这种顶 舌尖要轻轻的挨着上额就可以了 舌尖不能顶 膝盖是向上提的意 不是向前顶 这三个地方要注意的地方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尾铝 尾铝 尾铝这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的脊椎的最下面一届 那么尾铝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尾巴 人是没有尾巴的 但是我们在脊椎松透的情况下 完全松轻的情况下 松完的情况下 你会感觉到尾椎尾巴的存在 因为你会感觉到它在动 它尾巴的存在 关于尾铝的事情 我们明格辽太极以前也聊过这个 就是尾铝要怎么样 要练习 怎么练习 前面都说过了 在地下写字呀 在地下写字 转左转右转来回转这种 尾铝呢 实际上在动物界呢 它是一个掌握方向的 就像一个划船呢 船上有舵 舵搬动舵了 船的方向就改变了 鸟 鸟的舵 鸟的尾巴 鸟的尾巴 飞的时候 如果拐弯的时候 它的尾巴一动 那么怎么样 这个鸟就拐弯了 飞机也是这样的 你飞机的尾巴 有一个是可以动的 飞机拐弯是靠什么 飞机拐弯就是靠尾巴呀 它的尾巴是活动的 它当它拐弯的时候 它这个操纵感一拉 尾巴就会动 尾巴一动 这个飞机就拐弯了 那么人其实在进行 改变方向的时候 拐弯的时候 也就是人在改变 人在改变方向的时候 实际它的尾铝也在改变方向 但是我们的人 没有通过练习这种天然的自然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了 那太极拳是干什么 太极拳就是把天天的东西找回来 不是我们要练出来 而是我们原来就有 我们要把它找回来 就是我原来有很多东西 我本来就有这些东西 就是丢掉了 现在呢我找一找这个东西在哪里 把它拿回来 就是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我现在没有那个东西 我现在找东西 不是 而是我本身就有 这个尾铝的把握方向 它是有用的 我们把这个先天的东西找回来而已 那么怎么才能找回来 唯一的就是要送 你把尾铝真正松掉了 它才能找回来 那么就是行尾铝 就是走路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你的尾铝的动作 你在自然行走的时候 找到尾铝它是怎么运动的感觉 就是行尾铝 就是行尾铝 三顶 行尾铝 三顶 还有两砖 这个我们的两个脚 永泉鞋 好像像两根针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扎在地底下 向土里扎下去 两根脚底板 永泉鞋 两个针 扎在底下 扎在土里 扎在土里 三顶两砖 这其实呢 它就是明哥说的那种 把气 扎在脚下的意思是一样的 它只是一种 为了 是另一种的一个 跳舞而已 像两根针一样扎在 扎在地下 叫三顶两砖 或者叫两砖 两转 就是那个金字旁那个转 就是转头的转 就是那个转 转那个转炎 那个针 向地上钻进去 把这个地 钻到地下 这个 那么 这一个 它总结的这几个字呢 其实没有新意 比如说 行为旅 三顶两砖 两砖 其实呢 它就是为了记忆 变于记忆 其实没有实际的意义 其实这些东西 明哥都是聊过的 你是都 有的朋友跟着明哥练了 它都已经上升了 就器材在脚下呀 这个 膝盖向上呀 这个千钧一发的练法 这都都是聊过的 只是它的文字变成了 三顶两砖 两砖的脚把器材下去 像个两根针一样 扎在地里面 拔出来的时候 也要把这个针拔出来 那么这是一个 三顶 头顶 膝盖 两个膝盖 两只脚心 两砖 舌尖顶上额 三顶两砖 行为铝 那么这个字面上 只是帮助我们记忆 其实它没有实际的意义 如果呢 你为了方便记忆呢 这个字呢 也是不错的 就是三顶两砖 行为铝 那什么意思呢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打拳的时候 要坐到山顶 头顶 膝盖 舌尖 山顶 两砖 两只脚下 有两个针 要钻到地底下 钻到地底下 钻到地底下 两砖 两只脚 两砖 行为铝 走路的时候 为铝 要注意为铝 要体会为铝的运动 体会为铝的运动 平时呢 就是走路的时候 你注意这个维铝 它是怎么动的 找到它天然的动法 然后再去训练它 你找不到它不行 好 那么今天关于 三顶两砖 行为铝 行就是行走的行 行为铝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关注收看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